其實剛才四聰哥為大家稍微分析了一下 你的月薪大概多少錢 可以買什麼樣的車 所以我們請四聰哥 艾大還有鄭傑 一起來幫我們看看這個網友 他真的想要買雙B 但是他這個案例就很妙了 他說他的頭期款 是有大概打算二三十萬左右 他想買一台W204的C250 但是他沒有說他要買新車 他是希望能夠買中古車 但是他知道說他每個月的開銷 整個扣掉之後還剩一萬五到兩萬元左右 可是如果買了這個中古車 他擔心以後會不會養不起 而且他平常的代步工具就是用機車 然後他現在是軍人對不對 所以他距離營區只要十分鐘 那他到底需不需要買車呢 或者是他真的買得起W204嗎 我們請艾大幫我們分析一下這個案例 他現在每個月可支配的金額 跟頭期款都比剛剛這位老師 稍微多一點 來得多一點 可以見得他的這個軍階可能蠻高的 而且他的收入應該比這個老師 稍微來得好一點 那我覺得他對於理財的觀念也還不錯 他說他有準備了頭期款 他每個月扣掉了什麼保險 除去 他有扣掉保險跟除去 還有生活開銷 所以他已經剛剛像在這個世東中講 他有去均分他的這個收入所得 我覺得他理財觀念蠻不錯 所以他說買車的部分 目前沒有什麼好擔心的 確實是如此 因為現在一部W204的C250 大概都落在百萬 甚至在百萬內 而且他是明年七月的時候想要買 那個時候車價可能還會再稍微低一點點 加上他如果付了頭款30萬的話 他大概只要貸50 60萬 他可能就可以買到一台 他想要的這個W204的 Mercedes Benz C250 但是 這15000塊跟2萬塊呢 只要去負擔什麼 剛剛我們講的停車費 稅金保險貸款 那他的貸款 他其實月付的金額也相當的低 但是問題來了 這樣的情況 我有辦法養得起一台C250嗎 重點買得起 他要養得起 那再來看就是說 他平常用機車當作代工具 他從營區到家裡 也就是說他住家 到工作環境 他沒有房貸的問題囉 對 可能他沒有房貸的問題 而且他還有儲蓄 他從營區到住家 工作場所到住家 只有10分鐘的路程 而且平常騎機車 所以他的車輛的使用性 也會稍微變得比較低 他唯一必須要擔心的就是說 OK 我買的是雙B 我剛剛講 雙B的保險費來得高 保養費來得高 消耗品來得貴 而且呢 他買的是一部 這個W204的一個車子 最新最新的W204的 也是2014年頭出廠的車輛 到現在為止 也就是說他明年7月買的時候 已經是有5年的 一個車輪了 保固沒有了 我剛剛三年就開始壞了 所以這台車5年呢 他買了一台5年的中古車 它面臨到的可能是一些 我們不是說車子不好 或是有瑕疵 而是消耗品必須要去做更換的 一個狀況 而且他可能買來沒多久 結果借鈴一開一開 禮拜六 禮拜天開車出去玩一玩 那個里程數一到就變成說 車子要進行大保養的一個狀態 我們剛剛講說我的車子 是每1萬公里去做一次保養 保養費大概是8000多塊錢 那是屬於基礎小保養 可是像這種賓士的車 現在大概6萬公里 要進行一個大保養 我已經開了7萬多了 所以我有經過了 這一段大保養的過程 那大保養的費用呢 一次我記得我那次大保養 花了3萬多塊錢的 一個這個保養費用 所以呢這台C250 稅金又高 比HRV高 然後他又要有 這個維修保養的一個費用來得多 也就是說 我認為他買得起來 他也沒有問題 以他的平均的收入 1萬5到2萬的支配來說 他也付得起貸款 還有餘力幹嘛 去洗洗車打打蠟肚肚膜 然後呢 把多餘的錢 列到他每個月薪水 扣掉保險的部分 再把他加到他儲蓄的那一塊去 預防這台車 要大保養的時候 或是有一些什麼問題 要維修的時候 可能要花上 幾千上是幾萬的一個金額 得要從他的儲蓄裡面 來去做支出 那這個地方 他就必須自己去衡量 就是說 我很喜歡 很想要圓夢 因為他很好看 值不值得我花這麼一筆錢 這麼大的金額 這麼大的開銷 在我人生中 可能佔據他三分之一的薪水 去做這件事 所以艾大你說 你的意思是說 他其實是養得起的 因為他買得起也養得起 買得起 那士通科你有沒有 需要補充的 給這個朋友一個建議 我剛才看了這個案子裡面來說 艾大 因為他說他每個月支付所得 平均可以有1萬5到2萬左右不等 那艾大的評估是說他養得起 但是我覺得就是說 如果你養得起沒有錯 但是你幾乎已經 如果這樣扣掉的話 幾乎已經沒有什麼樣的一個 其他的開銷 我覺得是很累 在我來說 我會傾向就是說 你不妨把這筆錢拿來做投資 等到有多一點錢的話 再來換車 但是如果你真的那麼急迫 一定要換 那當然這個就是你的偏好 大於你的未來的這個預算 那這個是當然是另當別論 另外一個就是說 他買這個車的話 我們剛才講到貸款 那中古車到底能不能貸款 事實上中古車也可以貸款的 只是以目前的銀行利率來說來說的話 中古車的利率會比 這個新車的利率要來得高 各家銀行都是這樣的一個標準 那你想說那我要買個車 我需要有這個貸款的時候 剛才艾大就問他說 剛才艾大說了 他是個軍人 那軍人的話 其實軍人在我們目前的 銀行體系裡面來說 他會給他比較優惠的 一個利率的條件 包括說軍公教 或是說你在500大企業上班的 都會比較好一點點貪 比起我們都還要好貪 對 因為我們算是屬於高風險局 你銀行這樣跟我說 對 對 對 因為我們的收入比較會 有可能會是上下起 起起落落 有比較高 但是像冠儀不一樣 冠儀都是高高的這樣起 沒有沒有 銀行可能會覺得 真的 銀行跟我說 你這個高風險局 所以我們要評估 是 是 是 對 所以你在貸款的時候 你看你職業別就會有差 對 那一般銀行的貸款 它會這樣子 它會看你的車齡 它有一個 銀行有一個它的風險的控管 就是車齡加上你的車貸年數 不會要小於10 譬如說你這台車已經6年了 那你大概只能最多貸掉4年 銀行可能只願意給你這樣 同理 如果你的車子的年齡越大的時候 銀行是越不願意借你 借你錢的 因為為什麼呢 因為你的車齡越大的時候 表示你車的產值越低 那產值越低的時候 銀行假設他真的日後要扣你這些 這個你繳不住車帶 他要扣你這個車子的時候 它的價值也很低 所以銀行在這些盤算裡面 他會有他們自己的看法 所以你在買中古車 我講一樣是可以貸款 但是中古車的車帶是比較高的 那你也是一樣去比 因為中古車的車帶 現在範疇差異很大 我剛才講到 新車的範疇我去查一下市場 大概不會超過最高最低 大概不會超過1.5% 但是中古車上下差距 有到6-7%左右 差這麼多 對 所以你一定要去慎選 你要盡量去每一家銀行去問問看 然後我剛才講到 選你最常去往來的那家銀行 這樣來選擇這個車帶 可能會對你來說會比較划算的 所以其實中古車跟新車一樣 都可以做貸款 只是說中古車的利率會比較高一點 不過我們要問一下鄭杰 身為他這個軍人 他算是你的後輩 因為你都是以買中古車為主 而且都是買老車 那這時候你有沒有給他一些建議 因為一般我們通常想到說 要是要買中古車的話 如果我用60萬 如果說我花 就是預備是60萬的話 我可能要有10萬塊錢 是拿來修車的 真的是這樣嗎 10萬塊 我覺得這個想法是正確的 你要留一筆錢 但是到底是留多少 以前有人說 可能車價的五分之一 或者是車價的十分之二 十分之三之類的 我覺得主要是 應該是你要看車子 那剛剛那個軍人同學呢 如果說是一台W204的話 我覺得留個大概 十分之三是合理的 像艾達講的 這個車子其實 204其實妥善率是一台不錯的車子 以進口車來講 但是它妥善率再好 它萬一壞了什麼東西的時候 它的價錢還是一個Mercedes的零件 假設好 我們又舉一個例子 發電機這個東西 理論上不會正常壞 但是它每開到大概五年 七年 總是有機會要壞的 這個東西如果在國產車上面 如果你找翻修件的話 一顆搞不好三千塊 兩千塊都有機會 但是如果在賓士上面的話 就算你找翻修件 起碼要個 我是不知道確實數字 但是起碼我覺得也要個六八千 然後你如果回原廠的話 一個發電機 我想沒有一萬五兩萬 是絕對下不來的吧 我們公司有一台那個 W205的C43 發電機壞掉 連工代料十萬 十萬 還好 204沒有到205 因為205有很多 沒沒剛剛 204的時候相對機械的多 應該會好很多 所以這些東西 你必須要考量進去 那甚至別的不要講 有些人開車可能比較衝 或者比較散慢 他一不小心去頂一下前車 那他又沒有保足夠的險的時候 像以W204 我們在場看到這個 一個前面的辦法 加頭燈 加SATA 那個加起來 我覺得也是 如果說都正常見的話 沒有個五萬塊 我覺得應該也是下不來的 最起碼要五萬塊 對 最起碼 而且你還要陪別人啊 對 先不管別人 我只是說自己 對 所以 保險 剛剛就講到了 保險你也要算進去 對 尤其是開到 這樣子的價格的車子的時候 不保險 人家都說保險是要保別人 自己不保沒關係 但是開到這個車的時候 別人是一回事的 你自己也是很重要的 所以這些都要算 但是我覺得 講回來 剛剛各位都講的 比較理性面的東西 我必須要講是說 以像我們這樣子 喜歡車子的人來講 有的時候在買車 也是憑著一股傻鏡 一股衝動 你如果都真的算得很清楚的時候 你會買不下去 對 所以 趁著你喜歡 尤其像剛剛講的 那個案例是一個 職業軍人來講 他們其實算是 以我所知 相對有條件去享受圓夢 汽車圓夢的過程 因為他們 因為他們生活比較 單純 然後錢大部分都是吃政府的 用政府的 再加上 都是男生的圈圈 他們在男生圈圈 能聊什麼 聊女生 聊車子而已 對 所以你能獲得的滿足感 可能比上班族 比一般人來得更高啊 所以既然你能花到一樣的錢 換來更多的快樂 其實如果真的 非它不可的時候 好 就衝了吧 錢再賺就好了 對啦 這屬於人生比較享樂派的那種 那種想法 不是你的歌嗎 是説明會賺就好了 是説明會賺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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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都有一段時間 是説明會賺的 是説明會賺的 是説明會賺的